今天不用那麼心急聽 有人說快點開始吧 很心急聽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今晚有一位嘉賓來到現場 不過這位嘉賓又不出鏡 不要緊 不出鏡可能更加爆料都不出奇 由於他本身在香港的時間很難得 因為他本身是從外地回來香港的 今天上來交貨之餘就上去買東西 你買了很多我們的衣服 幾件而已 幾件啊 還要買書 好 多謝這位來自澳洲的朋友Amanda 你好 如果大家有時候都記得 我們都有一些澳洲的聽眾 經常都說現在11點多 他們那邊應該是3、4點了 我們要快點說了 等他們睡覺 現在眼睛睡了嗎 沒有 你不會 沒有 沒穿力 因為都回來有沒有幾天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好了 Amanda今天親身出現在這裡 她以往都交過幾宗貨 關於自己 又可能買過一些有問題的佛牌 又住過很多酒店靈異事件 鬼屋都有 其實你有很多貨 有沒有人說你是什麼原因 沒有人說過 不過我想可能小時候玩碟仙之後的事 又是這樣 昨天晚上 說了昨天晚上 有話要說了 昨天晚上有美女在這裡 就是詩情 帶了媽媽上來 就是Joanne 昨天晚上完了之後 有件事今晚在收費時段都要補充 因為Joanne是一位高靈人士 昨天晚上她說了 她也曾經玩過碟仙的那些事情 就是糟糕 就叫做詩情不要搞 而你今晚會不會由這件事開始先說呢 都是玩碟仙不仙而糟糕 是 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中學的時候 我住感受花園的時候 開始就玩的 玩到好像瘋了 有一次因為玩到滴血 嘩 你真的玩了滴血嗎 不是的 滴血是碟仙的紙上面 突然之間有三滴血 不知道哪裡滴下來 不是吧 所以就害怕到以後都不敢玩 你肯定不會有人突然間整損了 不是 因為那裡是我們在公園那裡玩的 公園是露天的 三個人在那裡玩 其他人只是坐在旁邊看 那個血是要在天空掉下來的 就有點困難 真的滴滴滴的 是 三滴 那張紙上面都有三滴血印 這麼恐怖 是的 第一滴滴下來的時候 就說不知道哪裡滴的東西 下來一滴 有個朋友就擦了它 去擦一下 去看看是甚麼來的 是否樹還是甚麼 是否水 是否水 所以我就不停地玩 因為那個碟仙可以說到我兩個人玩的 是 那我是那些請就出的 很快 是很快 因為你是高靈人士 你是陰人 我三高 三高 OK 一請就來 每次都是 不會請不到 不會請不到 可以的 可以的 我怕你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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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怕 那怎麼辦 那次又玩得這麼熟 是的 因為那個碟仙也知道我和朋友的名字 全名他知道的 那我的名字是比較小姓的 小姓 那他三個字都等到出來的話 那你沒辦法不相信 我又覺得這樣說 碟仙我不排除他真的有所謂的能力 因為你真的找到一個靈界的朋友 可能他有個五通 即他跟你 即現時的事情是他知道不奇怪的 因為你一問他什麼名字 你自己的心想 都已經想到自己的什麼名字 他能夠寫到你當時的情況 所想的名字 我覺得不奇怪 但是將來的事情 就看他的功力了 即有些是未必可以的 不過昨晚的詩情媽媽都說 他講到他將來的先生的名字 姓歐的這樣 他講到我會嫌嗎 是 他講到我一年後會移民 那就是真的 即是這樣的 即是這樣的 那又想到很足 是啊 所以經常玩 所以去到滴血 不是不是不是你自己滴血 而是他要滴在那裡 那其實有沒有再繼續之後就沒有了 之後沒有再繼續玩 移民之後都沒有這些什麼 沒有再玩 但是我發覺自己就有很多這種感覺 你覺得是跟他開通了嗎 我不知道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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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厲害 就是 除了一隻眼看不到 什麼都感覺到 即是聞到 聞到 聽到 是 感覺到 感覺到 還有可以分辨到 他們是男 女 小孩子 老人家 或者是動物 貓 狗 都可以分辨 這麼厲害 穿什麼衣服 頭髮 長短 高矮 肥瘦 其實不用看了 但不是我的眼睛看 是第三眼睛看 那我反而更加相信 因為有時候不是真的肉眼去看 而是他投射了一個影像給你看 是 腦電波接收他的影像 景象 正如 昨晚 我現在看到詩程在Facebook上 他說昨晚很恐怖 什麼事 我略略說 就是因為詩程和媽媽 一進來我們警法八樓的時候 經過我們長長的走廊 媽媽就說 一轉彎 左邊我們其中有個後樓梯 她就說看到一個男人 本來就是這樣 誰知道當他們做完節目 詩程八卦 那就糟糕了 一會兒十二點半 詩程和媽媽 再說完節目後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你又怎樣 我現在可以說發生什麼事 你就可以說 立即來了 剛剛上來的時候 一出電梯 還沒來過 到處看 轉彎 看到一條長走廊 我走走廊第一個防衣門 在左邊 其實我沒有什麼好看 只是防衣門 沒有東西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覺得裡面有東西 就要我看一看一看 我沒有站在那裡看 我只是走過 我只看一看 我只看一看 我就感覺到裡面 有人不是只看一看 只是頭上過去而已 感覺到有個男人 應該是兩個門的中間 上面有燈 那裡 他站在那裡 一個男人 都高大的 但是我看不到樣子 因為 我的感覺就是 朦朧 只知道他是一個男人 和高大的 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是否同一個就不知道 不過大家都是說 一個男士 什麼年紀 有沒有大約有個 年紀應該超過五十 又真的差不多 真的不是老人家那些 不是 又不是年輕 你有聽過節目 你知道我們這層樓 曾經發生過事 是 所以會不會有這個印象 會不會有一個先入為主 我不知道 但是你整層 那麼多地方 為什麼我要說那裡 沒錯 他們昨天所說 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全層有三個下樓梯位 嗯 最近我們那個 就是在旁邊 那個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你剛才所說 就是出電梯口 第一個 第一個左轉那個位 他們昨天也是這個 不如剛才 我跟日子宇 出去拍了一張照片 不如先讓大家 先看一看 我都見其他高靈的人士 也都在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反應 拍到什麼 會不會放下來 沒錯 這個是後樓梯 你不用怕的 你可以看看 他還敢不敢看 對了 就是這扇門 有在 在 你也看到 我不是看到 我是感覺到 即是你看照片也有感覺 是的 還是那個位 是的 所以我跟剛才子宇說 不要推門出去 有怪莫怪 我們每天都要和平共處 在這裡 人家罵鬼的地方 我們就這樣 做多一點事情 在自己的地方 就不要了 不知道高靈人士是否看到 所以這件事比較古怪 因為我們查到網上 八樓的確有事件發生過 事故 有人吊頸 但問題就是 始終都不知道哪個單位 即是我們問地產 曾經出現過兩版本 一個是真的說在單位裡面 就是說這個後樓梯斜對面的人 但是也有說過 即是真的在後樓梯 即是有這樣的傳聞 所以我們不敢肯定 究竟哪件事 誰說的事是真的 是的 所以我給了一張照片 你們看一看 高靈人士 待會在收尾時段 就會聽到阿祖恩 說回他昨晚的事情 發生過甚麼事 好了 先進一題 關於你了 自從那次玩完這些碟 就開始變高靈人士 三高 三高 你想說回哪一件事 你在香港 其實感受是否已經很厲害 感受除了玩碟仙之外 我沒有感覺到其他事情 不如說昨晚 昨晚就發生了 是 你現在回到香港住甚麼地方 我住民宿 民宿 是的 即是租一個單位住 它有廚房、房、廳 昨晚 因為那張都是雙人床 我不會睡中間 我只會睡在旁邊 我一直都沒有睡 其實我到早上六點才睡 昨晚整晚都沒有睡 到六點睡 因為要天亮我才能睡 因為我感覺不舒服 沒有辦法 我便會聽你的訊息 即是暗著睡 是的 要這樣才能睡 好像芯姐那天 每晚就是暗著睡 聽睡不到 好了 聽一下 其實耳朵也是聽著 你的節目 昨晚的節目 突然之間 我張開眼睛 我又不知道是否眼睛見到 還是甚麼 我床旁邊 有個小孩子 穿著隔棉 隔了棉的 好像蜂褲的衣服 有頂帽子 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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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烏龜座 跪著 烏低 頭架低 是的 我知道 不是人 當然叫他走 你走 你踩著一個人 他會有反彈 但你踩到他嗎 踩到他 踩到他 他還會有反彈 因為他不動 你這樣踩他 就像踩人一樣 我說走 走 我知道他不是人 不會有人這樣躲在那裡 是一個小孩子 即是約五歲 六歲 他還是穿著襪子 還有我摸到他的小腿 摸到他的肉 這麼真實 是的 是很清晰的 因為我踩他之餘 那時候可以踩到 摸到他的肉 那他有什麼反應 當時我知道 我不是在做夢 我也想知道 他的肉是冷的 還是暖的 當時我摸到 沒有溫度 但不是冷的 不是冰的 就是沒有溫度 我知道是肉 小孩子的皮膚 那是淋還是硬的 都是藍的 然後他不走 他還在那裡 我就練藍摩尼陀佛 然後我的手很合實 練藍摩尼陀佛 就去推他 然後他就走了 這樣 之後我張開眼睛 我睡的位置就是剛才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我不是睡著覺 因為我也想說一下 不知道其他朋友會不會 當你被鬼壓床 鬼壓床 那些 你們是怎樣去分的 因為我分的就是 你說你是做夢 但是如果你在夢中裡面 你覺得你自己不是在做夢的話 應該就不是做夢了 即是說你在夢境裡面 知道自己當時是清醒的 是的 這個就不是在做夢 因為在夢境你不會 除非有些叫夢中夢 也有些 層次更加不同了 原來是夢境裡面的夢境 夢境裡面的夢境 你都是不會知道自己在做夢 只要你在做夢的話 你不會知道我現在在做夢 但是如果你是 我說過鬼壓床的話 就是你知道你現在不是在做夢 你是清醒的 你會告訴我 我現在根本不是在做夢 我要醒來 我起不了身 這些就是鬼壓床的感覺 即是有些人會撕下自己的手 當然如果能動的話 是的 即是說你是很清醒 知道自己有這樣的事情 是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個人 就是當我是鬼壓床的時候 我眼看見的東西 那個靈體是沒有面的 沒有五官的 我知道這個是鬼壓床 不是人 即是我不是在做夢 那你剛才說 你是接觸到這個靈體的朋友 撕到它 你才能感覺到它 那是常常可以做到這件事 不是 我這次是第一次 第一次 對 碰到 即是碰到她的皮膚 即是碰到她的衣服 是第一次 即是那間屋有 那你今晚還要回去嗎 不知道 又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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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才睡 近哪裏的 在SOHO上面 SOHO上面 對 中上華 半山 那些 是的 那些屋比較舊 舊東西 也不是唐樓也有升降機 不過就比較殘舊 至少四五十年那些 差不多 但是很大的 是 現在租了出來 就可以做一些被租的民宿 是的 哦 半山區 嗯 好 昨晚就發生了這件事件 你不知道 可能今晚她又等你回去 你自己 我看你把佛牌都拿了 佛牌 佛牌幫不了你嗎 因為昨晚我放在櫃桶 那我今晚會帶著睡 今晚會帶著睡 今晚會帶著睡 睡覺應該要隨著佛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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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晚會帶著睡 或者放在旁邊 我是昨晚放在床旁邊的床頭櫃桶裡面 那你應該拿出來了 是的 應該就是這樣 是的 是的 說了佛牌 原來你有一件事件 都曾經交過課 是的 應該聽眾都記得 說了少少 關於蝴蝶牌 是的 鹹野不怕 再結尾一點 少少 是的 有一次回來香港 就想叫一個朋友 因為他請開佛牌 那我就想叫他幫我請個蝴蝶牌 介紹一個師傅 那是泰國師傅來的 是 那他就跟我的師傅 那師傅就給了一個佛牌 那因為我說 我是想要個蝴蝶牌 我是生意 自家做蛋糕 所以他就以為我是很大生意 所以他可能給了一個蝴蝶牌給我 但是我拿了一個牌之後 整個星期都很 那個人就會好像很狠狠 很想要 很想要 但是沒得要 很辛苦 那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那師傅給了一個牌 我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那師傅就說 那你拿一個牌回來 那我剛剛又去了日本 我在日本的時候 晚上睡覺之前 入睡那段時間 那牌有兩個小朋友出來 叫我 怎樣出來 他在我床邊說 姐姐 姐姐 另外一個 跟我玩 兩個小朋友 就是在那個位置 你擺牌的位置 是的 我擺牌的位置 就推我 叫我 但是我是 你看到的 給他們已經 他們不是說擲著 是我被鬼擲 別人說被鬼擲 我呢 只要他走得很近 我就已經是成身就不能動了 即不用真的擲到上來 不用的 我知道他在我左邊或者右邊或者邊邊 總之他是很靠近 我就已經不能動了 好 那一邊叫你姐姐 你又不能動了 那怎麼辦呢 叫到什麼時候呢 他叫了兩聲 我已經在那裡 因為有朋友一起去旅行 他聽到我 不知道在做什麼 就走過來拍我 就問我 你什麼事 幸好你害怕我 如果不然 我就 有兩個小孩 不斷叫我 跟他們去玩 後來 我的朋友到第二天 即早上 我們出去的時候 他才再說 他昨晚 我聽到小孩叫我 那時候 他在廁所裡 都聽到小孩在哭 有小孩在哭 他也帶了一段時間 那個蝴蝶牌是帶了一個星期的 那為什麼會去到日本才來了 所以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把牌給師傅的時候 師傅拿著牌在手上 他就說 裡面那個已經不是我給你那個 你已經進了別的東西 就說是我 我何來呢 我不知道 就把牌給他 那他會推卸責任還是什麼 就不知道 那他知不知道你拿去日本 不知道 他就說我去那邊 他說牌裡面那個 所謂的神 已經不在了 現在進了別的東西 就搞到你有這樣的衝動了 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所以我把牌給他之後 我就沒事了 正常回來了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需要 正常回來了 這件事呢 我記得當時也有說過 令我們很開心 對 那就把牌給他 所以有時候 請牌都要很小心 雖然你說 朋友介紹他 對嗎 對 那你又不知道 對 所以之後就要小心一點 那你現在又有大禍 這個是 人家給我 不是我自己請的 你怎麼知道是不是有什麼 但是就OK的 OK的 這個又是什麼牌 這個是泰國佛的觀音 觀音 牽手觀音 牽手觀音 又不是說那些東西 這個是平安而已 因為剛才Amanda就說 你本身是做一些控陪的生意 在澳洲 我剛才一看 這蛋糕很漂亮 這個純粹是分享的 我真的覺得你的蛋糕很漂亮 看一看 這部分跟靈異沒有關係 你的粉絲叫什麼 What Kicks What Kicks 為什麼叫What Kicks What 是我的姓 你姓What的 是 OK 現在很漂亮 全部人工手做 可以吃嗎 可以吃 是全部是糖膠做的 是 用糖皮做的 嘩 好細緻喔 你做一隻要多久的時間 如果天氣不潮濕 一天我做 譬如做五雙鞋 要兩三天 因為要等它乾 你乾了才可以做下一步 是 即是你一邊做這些蛋糕 亦都加上的那個 製作 是的 那香港朋友就沒有機會買到 即是說 沒有的 下次做給你們吃 多謝 澳洲的就可以了 是 OK 看看有沒有澳洲 或者 紐西蘭 可以嗎 都不行 紐西蘭 太原 澳洲的哪裡 澳洲 西德尼 如果你是住在西德尼附近 你有興趣 光顧 快點上這個Fan Page 是 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OK 好了 回來再談談其他話題 今天她已經準備了很多 一些題目上來 說不完 說不完 不要緊 如果有需要就再上來 好好好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電話號碼就是 98844 989 你都歡迎你 提供一下你的個案 好 有件事要交代一下 因為之前 透過眾籌 UMEX那邊 幫我們眾籌了一個show 31號的萬聖節show 有了朋友 他們只是買T恤支持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差不多 發出的電郵 叫你上來拿衣服的紙 已經是 退無可退 你們是否真的不上來拿衣服 只是支持了就算 希望大家如果收到電郵 還沒上來拿衣服的說話 盡快上來 因為如果我們再延伸一個星期 你再不上來的說話 你的衣服就被充公了 是啊 再買出去的 好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多謝你 如果你真的很想拿衣服 快點上來我們警法808這裡 順便經過一下後樓梯 感覺一下 就是這樣 很好感覺 很好感覺 喂 有人說你很美女 怎麼會見到我 見不到的 他說很美女 我以為很美女 你沒有負責自己的樣子 沒有 OK 好了 回來 歡迎你的電話 98844 989 潘小松 恐怖在線 好玩 純粹是貪得二個人 好玩 可以說到很多我平時不會說到的東西 可以利用自己喜歡的興趣來凝聚更多人 除了這樣還可以有些收入 香港能夠有能力去一個個別節目 獨立收費的網台 到底是多少個呢 Hotbase是其中一個有這樣的實力 歡迎加入我們的Hotbase 一個你賺錢發聲的平台